嗨 大家好 我是豪豪 今天要來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在雙藝國 每個人都有一對翅膀 有人的翅膀很漂亮 有人的翅膀很小 有人的翅膀長錯地方 但他們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們的翅膀 就是王道 恨恨恨恨恨恨 你們應該會想 這該不會是什麼狂暴機的業配影片吧 嗯 對唷 嗯 我剛剛說到哪裡了 喔 對了 我說我上次被路人認識成金城武 我說我不是 他說你長這麼像怎麼可能不是呢 於是就逼我稱金城武的名字給他 但會犯這種錯誤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之後遇到這種狀況 我都會直接用我的狂暴機跟路人決鬥 蛤 請問你是金城武嗎 喔 不好意思 我不是金城武喔 騙人你長這樣 你明明就是金城武 金城武是長這樣 而我是長這樣 這怎麼會像呢 哼 明明就長得一模一樣啊 可惡 這是由你說不清啊 沒辦法 來決鬥吧 我只好讓你看看我雙翼的厲害了 你以為只有你有翅膀嗎 哼 你以為我只有一對翅膀嗎 哼 太天真了 哼 我可是是雞翅膀的冠軍啊 雞翅膀頭 我才不會輸給你呢 看不出來你也很人癡嘛 你也很不賴啊 看 看什麼啦 我 我才沒有看你呢 我 我才沒有臉紅喔 是 是因為這個金石太辣了啦 不是 我是點原味的 看來你真的很不會說謊呢 於是他們就有結尾連理 名義雙飛 可惜可惡 可惜可惡 喂 蛤 你說我自方想要投資這個腳本翻盤成電影 來決鬥吧 他們說你也很人癡嘛 你也很不賴啊 不遍既是把年人想一個星期票房請不到三百元 對編劇浩浩日正表示 只有我一個人去買票嗎 你好 我認識了 我認識你